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对话好莱坞 我是萧云 那么今天要做客我们对话好莱坞的嘉宾呢 是著名的音乐人阿宽老师 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就要和他好好地聊一聊影视配乐背后的故事 阿宽自四岁起就随名师学情 如今是中国内地较为国际化的 作曲家兼音乐制作人 迄今为止 阿坤已经完成超过150个项目的配乐工作 包括大型美食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 成龙指导的电影作品 《十二生肖》 电视剧《红高粱》等等 今天的对话好莱坞 阿坤老师要和我们分享 这些受关注度极高的影视作品 背后的音乐创作历程 比如说我们的舌尖上的中国 能不能谈谈就是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项目的 舌尖上的中国 我们现在已经做完了第二季 其实在第一季的时候 他们的执行导演找到我 然后是听了我之前的一些东西 觉得蛮有意思的 但是舌尖上的中国 会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东西 为什么呢 你是要用音乐去描绘味觉 用听觉去表述味觉的东西 这是要把两个感官融合在一起 而这个是很具有一种难度的 而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说我们也琢磨了很多方法 用怎么样用音乐来表现味觉 怎么样用音乐来让观众听着听着就饿了 就饿了 对 看来特别有食欲 那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用了很多 通过技术和艺术来达到 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非常 我专门调制了一些非常具有味觉感觉的一些音色 比如说大家可能每次看到在呈现 实际上中国的食物 一开始是做嘛 最后是呈现 专门有镜头拍呈现的时候 我们给的都是一些非常非常 专门合成出来的一些电子音色 一听到那个音色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 像流口水 现在非常的 让这个食物 用音乐让这个食物显得非常的诱人 精美 以及非常可口 因为可能很多观众对配乐这个工作 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您是在工作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些画面 然后随着去配对呃一半一半 有一些是属于零散的画面 它是没有经过剪辑的 然后有一些是剪好了的 但是这个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个事 你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 这个我们在在在大陆这个实际上 中国被有人叫做这个叫深夜 报复社会看了特别惨 特别的受不了 这个啊 那我就更惨了 因为大家看的像中央电视台 他播出的他一般大部分大家还是标签性哈 网络上的也是标签性哈 我看的不仅是高清信号 还是原始素材 那个是属于每一个菜上面热的 泛起的那一铃 每一个细节 我都看的一清二楚 而且你知道更惨的是什么吗 我得不断的看一遍又一遍的去看 这个 然后你 你在录音棚里面 你还不能你还要控制你的肚子 不能发出一些不应该发出的声音 你知道怕会录进去 对对对我们是做音乐啊对吧 所以说啊 我下次应该跟导演申请 我说我录进去 我不管了 这个谁让你们拍的这么好看 而且好像很多就是搞音乐的人 通常在半夜这种就是会不会就是比较多灵感的时候 啊我不是 我是我是我是比较正常的 我是争取早睡早起的好孩子 对对对 因为我我工作室也可以做隔音嘛 所以说其实都很安静 这个无所谓 那你在制作这些音乐的时候 会不会比较多用一些中国传统的音乐器来 没有实际上中国其实大家看到是我们尽量的 其实是主要的还是去呈现一种比较国际化的手段 大量的使用的是这场乐队 而用的也有用 但它不是一个主要的做法 也是像就是说舌尖它本来这个形象和它的这种我们的出发点 包括他们摄影的手法也是比较国际化的一种做法 它不是非常中国传统的一种做法 而是用国际化的语言来去表现非常中国的东西 我们的音乐也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我们是用了国际化非常国际化的一些做法 包括我们用这场乐队 我们舌尖二是在那个悉尼歌剧院乐手他们来帮我们 做的这场乐队来进行录制 所以说是用比较国际化的语言来表达中国的内容 香西木材丰富 熏烤腊肉的燃料以硬木为家 如茶树和洋梅树 熏烤时要把腊制好的肉挂在取暖做饭的火糖之上 还不断地将松果 茶壳 橘皮等放入火糖 这样熏烤出来的腊肉就会带着茶果的香味 就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你看到某一件食物的时候 你脑袋里会浮现出怎样的一些旋律 比如说我们看到您最喜欢吃什么 你一定要把我拉回到那段很痛苦的时候 其实与其说是食物 不如说是那些做食物的人 更多的真的是感动我 食物会有一种冲击力 也会让你产生一种更多的是一种音色吧 因为我们专门调制了很多电子音色 去表现食物的一些很美好的东西 或者说食物的可口这些东西 但是真正的能够我让我觉得有旋律的感触 是这些做食物的人和他们的这些故事 是这些我们这个民族的最普通的老百姓 就是最普通的中华民族的人 他们的故事 他们做食物的艰辛 以及他们的快乐和他们的痛苦也好 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最频繁 但是又是最伟大的 是这些东西其实是带给我最多的音乐旋律上的灵感 对 包括其实像为什么大家可能看手间第二季 会有些人觉得看饿也看哭了 也是因为他不光是讲食物的 他也是讲食物的这些背后的故事 对 这些人的故事 而这些就是我们中国人 把浸泡后的新鲜大米磨成米浆 是杨秀霞做米粉的第一步 其实我非常感谢舌尖的这个组 给了我非常大的创作空间 包括像陈小青组导演 也是对我非常的信任和给我很大的空间吧 因为有些导演会把你弄得比较紧张一点 但是陈导会你就自己玩吧 对那很舒服的一件事 因为特别信任你吧 还好我还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出来的效果 大家也是非常好 包括像我们的时间上的中国的主题音乐 当时出来之后是达到了整个的 在国内的就新浪微博的音乐榜 是超过流行歌曲 超过了好多歌星的歌曲 是到达了收听的第一位 这个基本上是在中国的影视音乐吧 是很难见的 而且在世界范围呢 这个都是非常难的 因为影视音乐很少能够就是我们说配乐啊 很少能够很少能够超过那种歌星的大歌星的一些歌曲 或者说什么 这个是让我们非常骄傲的一个事 在做配业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自己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脑子里面到底是些什么 其实大概分成两部分 有一些是我根据画面写 有一些是我自己写 比如说根据画面写的 大家可能看到《蛇剑2》 最近的第一集里面有一集讲夫妻船的一个故事 他们去出海打鱼的一个故事 非常不容易风雨飘摇 但是又非常的 两个人又非常恩爱很幸福 它是一种高度的矛盾 它好像随波逐流 但是呢又非常的幸福 这就是平凡当中的幸福 那段是非常打动我 我是对着画面去写 而这段音乐是我们用了一样 中国的传统乐器是古琴 但是把古琴的用法又没有用得那么传统 我们是加以了大量的电子的效果处理的手法 让它做出各种回声 reverse的效果 再配上非常new age的 现代的一种电子合成器出来的古典 去表现吧 就好像是传统与现代的一种冲撞 也是好像 他们那个情景当中的一种冲撞一样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呢 是在 呃 大家可能听过舌家的原生代的朋友啊 大家就知道 有一首曲子叫做《劳作的春夏秋》 就你听这首曲子 其实这个是我来营造这个画面感 呃 就音乐一开始是写一种春天的播种 然后到夏天的那种慢慢成熟 最后到秋天的收获是非常 呃 非常非常喜悦的 这个其实也是神剑上的主题啊 神剑上中国的主题就是这个 所以说啊 两种方法都有吧 然后啊 但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啊 这也是让我们觉得都颇为骄傲的一点是 写我们在写神剑二的时候 然后其实神剑二的那个片头画面 我们我是根本就没有看过的 他们都还没有剪出来 我就先把这首主题音乐写了 呃 神剑上中国二的片头音乐写了啊 OK 然后我就交给他们了 你们剪吧 剪出来之后的话 他们剪出来的很多画面 其实跟我当时在写的那些画面的 就写的音乐的时候 浮现出来的那些画面是极其相近的 包括节奏 大家 就是说你们 你们可以插一下这个片头啊 对 包括节奏都是 都是严丝和缝的 扣扣着这个音乐来 可以说是大家 合作的非常的默契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这也是让我们很骄傲的一个事 对 我也觉得 但是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会太多吧 通常都是用音乐去配合画面 对不对 呃 时间会比较特殊一点 因为它是纪录片 纪录片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同时进行的 是他们去出去采访 然后呢 我是在工作室里面写音乐 大家是同时进行的 然后他们采访就会随时发我一些画面 然后我也会随时发他们一些音乐 互相启发的这么一种作用 但是你知道我就更惨了吧 他们倒是在那可以看 踩这个拍这个拍完了就吃了 对吧 我就这样我就只能看 然后我我看完了我还工作 开玩笑啊 其实你可以在别人说编定外卖吗 不 我我我曾经有事 我说你跟我带点回来行不行啊 可以啊带回来味道味道就变了呀 算了 哈哈哈 好 那你说到纪录片 会不会跟呃配影视的音乐会有一些不同啊 呃 大原则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用音乐的方式去呃表现一些 摄影镜无法表现的东西 嗯 你比如说一种情绪呃 纪录片 他可能是呃 做饭的这个过程 他可能做饭的过程就是这样 你很生活 但是我如果说是我们融入了不同种类的音乐之后 你会发现他做饭的中东当中的这个情绪是完全不一样 嗯 你比如说我们融入一个非常喜悦的 那可能这个做饭很喜悦 但是我们融入的是一个比较沉重一点的 那可能这顿饭吃完之后 不知道是不是最后的晚餐 对吧 对 所以说啊 这个 其实都一样 我们都是可以用音乐去慢慢控制 这个情绪 慢慢控制情绪 对 其实呃音乐会把一些就是看的观众给带入到那个情绪里面 就是更有些情绪上面的起伏啊 或者什么 对我们其实是慢慢的在传递一种情绪吧 但是它不是一种硬性的 比如说我硬塞给你的一种黄色红色 而是它是慢慢的呃 让你融入到这个举行当中去 对 是的 那比如说呃配影视这方面的音乐的话 我知道您跟成龙大哥有话的 十二生肖 对 跟跟他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跟他工作很happy 大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而且大哥是一个呃 在圈里圈外吧 大哥都是也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公益的人 对啊 大哥要求也比较高 我跟大哥在十二生肖最开始的工作 其实我们是从中间一个蒙泰奇的歌曲 啊 叫做不可阻挡 是就是成龙大哥扮演的那个GCM团队 去调换那个鸡手 就是那个铜手 他把那个假的铜手带换成真的铜手 他们是用一首歌啊 就是我们听到一首法语的那个 one two three four three 就是这首歌把它串起来的 而呃这首歌 当时我们很多 我们包括像电影公司的老板 我们都一起看了 大家觉得还蛮不错的 然后我们把这首歌就作为了 我们一个配乐的起点啊 他就逐渐逐渐的这个旋律 大家可以听到在中间啊 大哥一开始的穿华乐音 在那个第一次出场的时候 哦在拉脱维亚 然后到最后包括交解出来的时候 都是这个旋律的很多种不同的变奏啊 是是是是是这样来的 然后成龙本身是一种电影的符号 他有他自身的一种风格 他的风格就是啊 包括之前的那么多部啊 他有他的动作元素 但是呢 他不是那种 很动很硬 就怎么说他也硬 但他有很多的喜剧元素 你知道大哥大哥这个人包括他以前的 包括十二神药也是 他是一种喜剧的动作 所以说啊 你做起来会比较好玩 然后啊 呃 当时跟成龙大哥做的时候 我们大哥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我我我会拿一些我做好的画面 然后到他的总部去啊 拿给他听 然后大哥会给给我说一些啊 他觉得哎 就算蛮好 然后他一般看着看着都会动起来呀 什么的 然后呢 呃 也会给我讲解哪些东西 他可能会需要修改的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啊 进行一些补充吧 阿哥 最近我们知道像洪高亮这部电视剧啊 也在国内非常的火啊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幕后的一些 呃 好玩的事情 洪高亮这次非常高兴跟赵小龙导演合作 而且赵小龙也是咱们最早来美国拍戏的 导演之一 华人导演之一哈 北京人在纽约 呃 这次的洪高亮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包括跟周迅的合作 周迅在里面演唱了一首歌 你们知道吗 周迅其实看过洪高亮的朋友知道 周迅在最后大结局的时候啊 就是所有人已经 他们已经被日本鬼子包围了 没完全没有办法走出去了 但大家知道必死无疑了 这个时候周迅唱了一首歌 就是唱的是我们九儿这首歌 他唱着这首歌 把日本鬼子慢慢的逐渐的 引进了高亮地 引进了高亮地里面的一个 现在是炸药包的地方嘛 最后跟鬼子同归于尽 非常感人非常感人 thrus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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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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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会有一些 非常的有压力 一开始 因为那个几乎是一个 不可避免的高度 他是华人第一次张一蒙导演的 在嘎那上大展 这个就华人的这种威风的 就是说骄傲 我们华人的骄傲的电影 那你要再做一个 那永远是 你再做一个 你怎么可能超过第一个呢 永远会有这样的压力 包括我们整体的剧组 都在想这个问题 但是呢 我们有些新的思路 比如说电影版的红高粱 视野将我儿主演的 这个于战傲的这个角色 就是他 主要是讲他的这个视野 来去讲述的 但是 我们正导是非常善于 讲女人的故事的 从《甄嬛段》开始 那我们红高粱是 以周迅所饰演的 久儿这个角色 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角色吧 去塑造 他从一个苹果家里出来 又嫁到山家大院 进了三十里铺 然后又怎么样 逐步的稳固他的地位 到最后又怎么样 维护他这个家族的这些地位 又最后又跟日本人斗 他其实 这个就不一样了 而不一样的话 其实就提供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 我们的很多音乐 也是主要是以 久儿这个 就是以主题 包括我们红贵亮的主题 就是久儿的主题 来去写 所以说这个就完全会不一样 而于家敖这一方面 就是在电视剧里面是主要玩饰演的这个角色 他呢是主要的是我们去表 用了很多 就是说 应该来说是一种中西洋结合的一种乐器 比如说我们也用了这样的乐队 我们用我用了一个大提琴 去表现 一个大提琴的各种变奏 当然我们可能看到现在 微博上很多朋友也在问我的 就是于正敖在那个台龙王的时候 他就是汉子的一面 非常高亢的起了一个唢呐 那个唢呐也一起了之后的话 觉得非常热血沸腾 这个也是我们跟原来的电影不一样 那原来电影的时候啊 就会有一些很多西北的一些 就是那种汉子啊 就是那种特别原始的一些状态 那这次的电视剧版本是通过怎么样 这个我们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这次电视剧 因为本来莫言的这部小说的原发地 是在他的家乡 是在高密 是在山东 他不是在陕西 或者说是 就是说西北的地儿 他完全是一种山东的情怀 他是一种山东的 这么这么一种山东汉子嘛 我们说山东出了很多汉子 出了于正敖 也出了水波梁山的108位 很多汉子 但所以说我们这个点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尽量的不去走西北的那个路线 而是我借决了很多的山东的民间元素 包括了山东那种 特别粗犷的一些 就是音乐的元素吧 在用在这个里面 所以说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是要另辟袭净 对 只有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能才是两个不同的作品吧 尽量可能让观众不要去跟电影有太多的联系 其实电影确实跟原著小说 因为电影是非常精华的一种浓缩 它就只有那么90到120分钟 所以说包括张艺蒙导演也是非常聪明的把它做到了西北 然后但是我们这次是完全是坐在高密 高密的高辆DT进行一种拍摄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是 那就是配一个像这样电视剧的话 会不会整体大概需要多少首歌 多少的音乐 红高辣的音乐可多了 红高辣的音乐 前前后后加起来 估计有一百多首 一百多首 一般来说我们的电视剧 可能做五六十首就已经蛮多的了 今天的事都怪那个花脖子 你别以为我打你是要跟你针锋之足 我打你是想告诉你 一个女人珍惜她的男人 就该知道引她的男人走什么样的道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喜欢语人了吗 你怎么就让她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她还会东山再起呢 应该来说为红高辣作曲是 是我非常荣幸的一个事 是我们的就你很少有时候你能觉得 我们中国人能为我们这个民族做一些事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为自己去挣个钱了 或者说什么什么 但是红高辣真的是让我会觉得 给我们这个民族做一些事 为什么你会觉得会给整个民族 为什么会上升到这样子一个状态 首先一个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精华和景点 它也是体现了很多我们这个民族 在那一个时代中间的 很多不容易的地方 在那一个时代爆发出来的那种强大的生命力 为什么叫做红高粱 就是像高粱一样从土里冒出来 长得这么 就是说这样冒出来的一种非常强大 就像红高粱播放出来的那种生命力一样 就像我们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个体 播放出来的生命力 而且我们这个民族也就会像红高粱 一个高粱接着一个高粱 一片接着一片的连绵延续下去 一直到天边 这就是我们民族 说得真好 这就是我们民族 对所以说包括我们在写这首九二的曲子的时候 我也是用了用三段式不断的推上去 不断的升华上去 力图包括到最后 包括我们跟韩红老师在演唱主题歌的时候 韩红老师都说 你这个唱你这鞋太高了 你这个是不是 我们都在要求韩红老师 再高再高 还有唱破都没有关系 力图就是表现出那种 爆发出那种强大的一种 哪怕就是破了 我也要冲突而出的那种生命力 就感觉是后进越来越足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这个是其实是我们就民族很宝贵的东西 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很多民族 也在洛杉矶啊 也在美国呀 这个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嘛 嗯 是那样的中华三吗 大哥 是花脖子 大哥 是我 大傲 你打错了 小子打的就是你 花棱家 咋不回心啊 我大哥怎么找你了 别跟我装糊涂 你要替我妹妹报仇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弟兄们给我打 大傲 大哥 他把灵人死在咱头上了 大傲 大傲 会有一种音乐的感觉 我听到音乐 我也会有一种画面的感觉 所以说可能我就是做影视音乐 只能干这个事了 对 所以说 还基本上没有碰到 而且 其实你知道吗 对我来说可能困扰最大的是 我可能看到一个画面 我脑子里面浮现的是好几种音乐 不知道怎么选 对 我可能 这种音乐好像也可以 那种音乐也可以 那我们哪一种可能最好的能够传达这部影片的一种价值观 或者说是什么什么的 这个是我需要一个导演好好沟通的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好莱坞精彩的故事 那么就要继续关注我们下期的节目 我是小云 我们下周对话好莱坞 再见